媽 你知道我每次都在想說 我那時候跟CAN 不是還沒有認識很久嗎 然後他跟我講 他跟我求婚之前 不是先去找妳 然後我一直在想說 妳那時候為什麼會答應他 因為我想讓妳趕快離開我一點 說真的啦 妳很煩 沒有啦 因為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有五個人 會同樣介紹同一個人 嗯 這一定是一個 很 很怎麼講 說不出來的一個 緣分 緣分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 我才認識他幾個月嘛 但是人家常常問我說 那妳就知道他是那個人嗎 我都說我聽我媽媽的話 沒有啦 基本上妳是聽我的話 可是妳在很內心的深處 妳還是要聽妳自己的話 妳不願意的人 跟妳牽個手妳都不願意 妳是這麼一個人 我是心知肚明的 當初妳自己要嫁女兒 妳會想說 就是我設定 我的女婿會是怎麼樣的嗎 就是說 她一定要很會照顧我的女兒 然後我的女兒跟她在一起 要很開心 我覺得說 我們選擇的一個人 一個基本的就是妳 在她的面前 永遠妳就是侯沛城 要能夠接受我的狀況 是的 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一定要把所有的狀況 讓對方知道 對啊 其實我蠻感謝她 就是 我跟她結婚以後 就 她真的就是 一直鼓勵我說不要有壓力 然後就是妳就做自己 但是 妳要的是那種 謝霆鋒 謝霆鋒 很帥沒錯 但她不是我的型啊 我一直都覺得 我好像喜歡那種 很陽光啊 然後 很愛運動啊 很大氣的那種男生 最後妳要是嫁一個陽光男 他衝浪啊 他這個浪哥啊不是吧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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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